我们看第六课的归无归止 这个归呢 归就是趋向 那么他认为说 只要把四大的根深灭除了 就能够趋向空无的涅槃 这个思想跟前面完全相反 前面是追求四大 这个是非常讨厌四大 他认为四大是障碍他 趋向涅槃的一个唯一的障碍 看精明就容易了解 又善人子穷出行空 以灭生灭而已击灭精妙未言 这个地方一样 他在整个第八识的出众跟精妙当中 开始抉择 那么他怎么抉择呢 看第二段 若以言明据明东西 非灭情话 以有灭意为所归一 生圣节者 世人则度 归无归职 无想天宗 诸孙诺多 曾去办理 弥佛菩提 往事之见 那么他对于整个 严满 战民的心中 这个严民指的是第八识了 那么他执着这个战民虚无的体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认为 哇 这个是我的究竟归一之地了 那么怎么办呢 非灭情话 他就想要去消灭 这个情话就是 世大所成的根深世界 他觉得啊 这个射身对我是障碍 你看我有老病死啊 就是有射身啊 我要没有射身 我就不会生病啊 就不会衰老啊 也不会死亡啊 所以他就想要去消灭这个世大的根深 以有灭衣为所归一 那么他认为说啊 一旦我的根深消灭了 我的明了的心 就进入一种空无的状态 这个就是永恒安乐的归一处 以这样子来当作他的圣经 那么这个人他堕入到呢 归无归职 他心中 想要以这个眼离四道的空无 为所归一之境 而事实上呢 他不是真实的归主 这当中呢 在法界当中呢 比方说无想天 还有顺诺多 这个顺诺多 这个空性之神啊 成其伴侣 弥佛菩提往事之间 世民第六 言心无心 成空亡国 唯也言通 便念般成神断面种 那么这一旨这个 言虚的无心 以这个虚无之心啊 来当作阴帝而成就空亡之国 那么在阴帝当中 违背了大乘的言通的佛性 在果地上呢 也背离了涅槃的功德成 升起断灭种 他认为啊 只要把四大断灭了 这个就所作结伴了 前面一颗年是把四大讲得 哇不得了 功德庄严 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四大讲得 一文不止 身是苦本 佛法对这个根色身啊 也不会很排斥 但是当然也不能执着 说你完全 比如说这个根深世界啊 是苦恼没有错 但是问题 问题不在你的色身 在那个 在那个 在这个仪教经啊 这个仪教三经里面 讲到说 有些人啊 他用手去造业 他就想要把他的手砍掉啊 有些人用嘴巴造业啊 他就嘴巴就不讲话 其实问题不在这个根深 佛法说啊 说这个牛车啊 牛车跑错地方啊 你打那个车子是没有用的 你用无意的苦痛 这个车子无辜的 是那个牛出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整个身心世界 你会感到痛苦啊 那是那个内心中 有业力跟繁忙 也跟那个色身没有关系 你看佛陀也有剩色身啊 佛陀的色身 对他不构成障碍 佛菩萨的色身啊 无量的功德庄严 所以你把色身灭掉了 问题不在色身 问题是我们那个 环绕的性 所以你看 那个人其他的思想就是这样 顺逆皆方便 任何人心认为啊 外境啊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你说哎 这个人绝对是照我的道 任何人心不同意这个看法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绝对照你的道 你要好好地利用 他是你的善知识 你要不好好地利用 他变成你的障碍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诸法无自信啊 完全是存乎一心 所以我们对四大根生啊 也不认为他是好 也不认为他是坏 要用得好 他是助到的一人 完全是不认为